欢迎大家收看,我是叶小熙 上一集和大家看了一首疑歌 如何把这首疑歌拉得像我们唱的风格 今天我们会看另一首疑歌 这首疑歌我自己不懂的 是在我女儿的那堆书里面找出来 这首疑歌叫做Ten Little Fingers 这首Ten Little Fingers的旋律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这首歌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我们纯粹看节奏 是很多Singlopation 切分音 就是这一种 平时如果我叫学生拉这些Singlopation 是一件对他们来说很头痛的事 尤其是初学的学生 因为他们想得太复杂了 如何去数据节奏 但其实呢 有一个容易很多的方法 就不是数出来 其实是一个感觉来的 这首这么简单的歌 是没有任何指示 是关于弓法 关于大小声 关于articulation 和音的长短 什么都没有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 把它拉得有趣一点呢? 有几样东西 第一我们要知道 乐句是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 譬如第一个乐句就是由 你知道乐句是从哪里开始 在哪里完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那个Crescendo Diminuendo 是怎么弄 最大声的那一点是在哪里 一般最明显 最直接的就是 在这个乐句里面 最高的那个音 在哪里 如果你找到最高的音 那你就知道你的方向 一到最高的点 之后呢 就是一个Diminuendo 或者起码要有Diminuendo的感觉 I have ten little fingers and they all belong to me 这里是一句来的 然后才下一句 I can make them to things Would you like to see 大家感不感觉到 那个大声 最大声的点 可能你说 你最高的音就是G 难道我第一个G 就开始小声 那你要唱一下 看看是不是 如果你觉得 咦 我唱完之后 真的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你正常 不会 不会那么快 是 也是 一个Diminuendo 它是还未完的 Rest 这一个是 一个意料之外的rest 我们没有想过 这里会有一个rest 可能这样 Ball 却才是自然 dzie 我们不可以 去拿来 一个短句 还未完 I can make them do things would you like to see? 是有關的 在歌詞上 I can make them do things would you like to see? 這裡才完 所以差不多這個一拍 其實要長一點 你要知道這個句子還未完 是下了第一個音的F 然後才有一個問句 可能你又會問 我應該的方向是怎樣 問句 你就要唱一下 會不會是 Would you like to see? 還是會不會是 你不會這樣跟小朋友說話 I can make them do things would you like to see? 還是 I can make them do things would you like to see? 是一個 你看不看? 你想不想看? 不是真的一個這麼強烈 有強烈語氣的一個樂句 所以很自然在音樂上 應該是 M 我的N字很大聲 但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這裡是未完的 還是Crescendo 然後才是Demnuendo 然後又是另一句 兩個音都是A音 我們當然是可以 如果我們用三把位 可以是2 2 3 或者如果我們用二把位 可能是3 3 4 或者我們用空弦的話 一把位的時候 可能是4 4 1 或者是001 但是會不會呢? 這是一個新的樂句 是不是? 新的樂句我們知道是Crescendo 兩個A音 會不會是 後面的A可以用空弦 而第一個A可以用D弦呢? 那 就會有一個 樂句 好像Crescendo 你不需要真的很大力 但是在一個音色那裡 有不同 別人就會感覺到好像大聲了 你不需要真的 壓實之功 或者用很多功 如果你只要改變那個音色 別人已經覺得有一個Crescendo的效果 所以這也是大家可以 平時在學的曲 自己練的曲 去看看會不會有些音 相同的 你可以在那個音色上面 去玩一下這些變化 是很有趣的 又不是很難做 大家看到嗎? 我又用了這一下 第一個是空弦 這個弦是比較大聲的 我覺得這個音 所以我用空弦 然後才用四手指 但是你又不好 每一次有重複的音 你都會用這個手法 因為 是 太過造作了 我可以這樣拉 其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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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注意力就是看錯了地方 因為 偶爾有這些變化 就不用每一個小節 都在用這一種東西 因為很快就會悶 主要是不自然 主要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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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比起上一集我們說 Heads shoulders nees and toes 是 沒有那麼多的年功 或者沒有那麼多 兩個字 或者一個字去唱兩個音的地方 所以 是 要 在那個樂句那裡 去 看看如何把它拉到齊 唱歌 其實是一級比一級大聲的 大家聽到 然後再大聲一級 他不是真的想 想馬上跌到最初的音量 他是保持著 還有 逢是 在一首歌裡面 我們看到 重複出現的切分音 其實他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是想做的 有一個效果是想我們感覺到 他是想保持著 那個 tension 所以大家千萬 如果遇到這些節奏 千萬不要把他拉成 這樣就沒有tension可言 你要在那個一拍 其實是 在哪裏呢 就是在那個半拍和一拍之間 那個 跟正拍不同的地方 就是 tension是在這裏 所以在一拍的時候 你要拉得很足 甚至 你要感覺到長一點 然後 那個半拍呢 你要拉短一點 你有這個contrast 再加上那個節奏 跟正拍錯開 那就會很有趣 就不是 如果你彈琴的話 我相信 你這個一拍應該會 是按得比較重的 就算在樂譜上面 你看到四個相同的音 你想一下 怎樣可以 有些變化 怎樣出來 是自然一點 我肯定 你不會把它唱成 Fall them quietly 不會這樣唱的 Fall them quietly and hold them just so 可能大家都會彈琴 你會看到 很多 鋼琴手 他們彈琴的時候 他會是 告訴你 是 最重要 或者想強調是哪個音 我不懂彈琴 但是我相信 如果 彈鋼琴的人 他們會 他們會覺得 這個一拍半 是 好像可以再按多一點 按下去 然後 最後 是一個 Soul 你會怎樣唱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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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這樣 所以 很自然是一個 Dimino 也不要太多 Vibrato 記住 這些歌 Vibrato 是要合乎 那個風格 合乎那首歌的風格 如果是一些寫給小朋友的曲 不要用很 很快 很寬的 Vibrato 也千萬不要不平均 一時有 一時沒有 這個不像 我們真的會唱歌的唱法 我希望這兩集 是用兩首儀歌 我給大家聽 是一些我看樂曲的方法 怎樣去把一首曲 就算普通話 什麼都沒有 沒有公法 沒有指法 沒有大小聲 是可以 拉得有趣 你拉得有趣 聽的人 才會想繼續聽下去 我是朱希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